今天柯文哲被宣布 羈押禁見的時候 你知道都發局 馬上有一個同仁傳簡訊來給我 他說 我笑死了啦 終於啊 這個外行領導內行的人 終於進去了 大家都吐了一口氣 一口怨氣 怨怨很深耶 當然是柯文哲 外行領導內行指導都發局的 只有精華成這個案子嗎 不只吧 大巨蛋 大巨蛋 是被林中銘講的 他被逼退是誰逼他的 是李文中逼他的 他在第一時間 因為五寶交回的時候 他把責任往下推 推 而且推下去之後 就是邵秀沛自己一個人 要吞的這件事情 所有的人都怒了嘛 你後來還講說 不能邵秀沛啊 那麼多人蓋章 怎麼可以邵秀沛一個人吞 所以不只邵秀沛一個人吞 是所有蓋章的人都要吞 就你阿伯不用吞 對 然後你知道有多少公務人員嗎 這一些蓋章的公務人員裡面 我看過那個章 起碼十幾個章 每一個手都 每一個人手上都有資料 每一個人跟柯文哲 在交鋒的時候 都握有相關的證據 這些證據有沒有整理出來 有嘛 是不是還有林興隆 是不是還有林周明 是不是北檢握的秘密證人 就是這些資料 當然就是嘛 不過我覺得民眾黨 真的對小草非常的惡劣 他們用錯誤的訊息去引導小草 包含黃革昌到現在都是一樣的 他剛剛拍的影片叫大家要勇敢站出來 每一個公民勇敢站出來 要守護公義 因為現在是不公不義 請問 你怎麼會犯法耶 柯文哲圖力的精華成兩百億 這叫做公義嗎 對 你反而要叫他站出來說 檢察官不公不義 這真的是非常荒唐嗎 另外民眾黨 靠稱自己清廉情政 要叫小草站出來捍衛他們 結果民眾黨的首長 犯罪率百分百耶 高洪安跟阿伯全抓起來 是啊 還有金門那個靠行的 全部都有耶 對 所以你們怎麼好意思 叫小草出來挺阿伯 對 我覺得你們就是在消耗阿伯嘛 提抗告是不是要賦予完抗到底 我覺得我打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什麼意思 因為剛剛律師講說 抗告的過程 有沒有可能轉做污點症 能把他全部全盤公出 還是有可能啊 為什麼 因為這幾天很熱耶 拜託 這個不是沈慶經 幾百億的大老闆 我以為你要講 我以為你要跟我講什麼大道理 就跟我講這幾天很熱 廢話 我覺得這是人性 這是最基本的 還有文字 我還有文字 這麼熱 我本來都在冷氣裡面 我本來我們家的豪宅 逃出一圓 一看過去看不到終點 我現在在小小的 這個土城看守所裡面 挖呀挖呀挖 挖到什麼東西呢 挖到什麼東西 只好提抗告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有沒有可能他們全盤公出 包含在整個這個 金華城爭取20%的龍獎之外 還有更多的案子 是不是全部都公出來 我覺得柯文哲真的剩下蛋 是 所以包含這個全部 現在三個人都提抗告 對 代表真的忍不住了 本來只有吳順明先提 後來變成沈欽經也提 今天連應小微都提了 對我們做CG的時候 應小微還沒提 是 這個誰告訴他的 本來應小微可能覺得說 這個沈董平常對我照顧非凡 我應該為他忍一下 忍一下 不可以公出他來 柯文哲對我不保 別人爭取 這個好龍兵爭取都不給我 連560都不給我 結果柯文哲 不只560 連840都送給我了 對 我要為他們忍一下 結果現在沒有啊 包含抗告全部都提了 陳欽經也提 吳順明也提 應小微要做阿呆嗎 繼續為了這件事情忍下來嗎 當然不是 對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這個案子辦下去 我又有沒有可能全盤公出 當然有可能 而且你知道嗎 在這些過程當中 檢察官都有去見這些人 檢察官有沒有可能 在這個過程當中 告訴這些人說 柯文哲說都不是他的問題 都是你們的問題 是神經經自己要死壞 怎麼把檢察官講得 那會挑撥離間的 挑撥離間的尖程的感覺 我覺得這都是辦案技巧 為什麼 因為這個檢察官說的啊 他們就是在拼圖 他們要一塊圖 一塊圖一塊圖拼出來 所以這些分開劍的時候 他有可能講什麼東西 鼓勵他們把他們所知道的 犯罪的事實 把他全盤公出 當然有可能嘛 而且他包含林青龍 包含林秋銘 林青龍跟林秋銘 兩個人角色怎麼浮上來了 你都認識他們耶 這兩個人為什麼都浮上來 就是我們昨天講的嘛 因為如果柯文哲 所講的是對的 我不專業 我沒有參加都委會的會議 所以全部都是下面做的 那彭震生也可以這樣講 我是土木專業 我做工人 我也都不知道的時候 誰要擔起來 就是少秀佩耶 少秀佩要全部擔起來 你明明知道違法 你還給他 而且你還是都發局的承辦人員 都委會的會議 全部都是用你擬出來的公展版本 進行討論 少秀佩全部都吞起來 有可能嗎 這些人包含林秋銘 林青龍都是認識少秀佩的 全部都把他跳出來 說柯文哲說到不知道 是假的 他們在幫少秀佩爆不皮 當然是 而且我告訴你 這不只他們兩個人跳出來 都發局有多少的同仁跳出來 今天柯文哲被宣布 積壓禁見的時候 你知道都發局馬上有一個同仁 傳簡訊來給我 他說 我笑死了啦 終於啊 這個外行領導內行的人 終於進去了 大家都吐了一口氣 一口怨氣 怨念很深耶 當然是柯文哲外行領導內行 指導都發局的只有金華城這個案子嗎 不只吧 大巨蛋 大巨蛋 這是被林秋銘講的 他被逼退是誰逼他的 是李文中逼他的 李文中在二零一八年 即將柯文哲第一任要任期的時候 把他找去小房間 跟他講說如果你不配合 你可能就沒有下一屆 甚至還要求所有的人到他的小房間去 負責大巨蛋的要求他改會議紀錄 讓大巨蛋的熔流人數能夠更增加 對 公然的要圖立遠雄耶 這些事情 其實林秋銘這幾天都把他講出來了 所以這代表什麼事情 所有的人都怒了 這些事情大家都回憶起來了 那我就變成是 檢方隨便傳一個都是大政人 當然是啊 所以隨便傳隨便中 我告訴你 林秋銘如果檢調有調的話 他可以講的案子就是我剛剛講的 包含大巨蛋 還有哪一個案子 還有大灣北段 大灣北段你給我扯出來 大灣北段 就是大巨工業宅就地合法那一段 不是豪宅 結果變豪宅使用 柯文哲說用代金就可以讓他就地合法 現在這個案子還在內政部都委會 柯文哲要卸任之前公然的就罵 台北那個內政部說內政部在卡他 而且林秋銘會下台 大灣北段也息息相關 因為他遲遲那時候不願意簽代金 讓他就地合法 所以你知道嗎 這些案子全部都推出來的時候 有多少的公務人員 手邊有資料的 全部都會拿出來嗎 等一下 北京不是把牢做穿了嗎 一案一罰耶 沒有 我告訴你 這是他在第一時間 因為五寶交回的時候 他把責任往下推 推 而且推下去之後 就是邵秀沛自己一個人 要吞的這件事情 所有的人都怒了嘛 你後來還講說 不能邵秀沛啊 那麼多人蓋章 怎麼可以邵秀沛一個人吞 所以不只邵秀沛一個人吞 是所有蓋章的人都要吞 就你阿伯不用吞 對 然後你知道有多少公務人員嗎 這一些蓋章的公務人員 裡面我看過那個章 起碼十幾個章 每一個人手都在抖 每一個人手上都有資料 每一個人跟柯文哲 在交鋒的時候 都握有相關的證據 這些證據有沒有整理出來 有嘛 是 是不是還有林興隆 是不是還有林舟民 是不是北檢握的秘密證人 就是這一些資料 當然就是嘛 所以柯文哲現在要真的 這個我告訴你 這也是民眾黨 為什麼今天的這個變化 難怪今天阿伯進去前 要先錄一個像是告別的影片 真的是告別啦 因為如果 而且穿個白衣服 然後跟他講說 各位小嫂子們 好好過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那個牆再畫幾個標尺 我告訴你一個案子 然後拿個板子 柯文哲身高一六幾 什麼之類的體重 一個案子一個案子出來 柯文哲要面對這件事情 就是這一個 還有很多的時間 對 對啊 所以包含金華城 包含我剛剛講的大巨蛋 包含北市科 包含水果菜市場 這些都是柯文哲接下來要面對 對 可是這不是何其諷刺嗎 看看後面 剛剛我們講的林青龍跟林周明 我們想想 柯文哲如果第二任市長的時候 副市長還是林秋 還是林青龍 都發局長還是林周明 他會發生這個事情嗎 不會 這樣阿北就沒辦法看豪宅了啊 對嘛 這個人怎麼那麼煞風景 我告訴你 就是因為阿伯要看豪宅 阿伯要看原力豪宅 阿伯想要跟沈慶君去桃朱雲園 喝紅酒唱歌 對阿伯怎麼唱歌 是 所以我告訴你 他現在進去土城也剛剛好 對 所以你知道嗎 今天有一個報導出來 今天幾月幾號 柯文哲被收押 九月五號 對 十年前二零一四年的九月五號 柯文哲去登記選台北市長 我腳都軟了 他的口號叫什麼 改變臺灣從首都開始 我腳都軟了 這真的是他的口號嗎 當然是 結果今年 今天十年後二零二四年九月五號 改變臺灣從土城開始 因為要把柯文哲這個偽善 騙了臺灣十年的人 關進去土城 讓臺灣的整個政治風氣變好 就是從土城開始 就是從二零二四年的九月五號開始 節目沒有極限 其實今天這一題就是電視牆這一題 我差不多兩個禮拜前就想做 兩個禮拜前我聞到 因為我在我直播有公開預言 二十九號八月二十九號 新任檢查官就會去收柯文哲 事實上八月二十九號上任後 隔天三十號就去收了柯文哲 我那個時候就想要做這一題 為什麼 因為蘇美姐我們過去在處理這個爆料 尤其是柯文哲金華城四北科爆料 我們是步步唯一 就是每一句話 我們都是看到公文 白紙黑字我們才敢講 可是問題是 他們在處理我們的爆料的時候 沒有人願意回答問題 什麼減七段 認知作戰 通篇幻想文 七月看到鬼 從來都不回答 都在做人身攻擊 所以蘇美姐 你先解釋為什麼叫減七段 我剛才為什麼笑到 本來大概只有五六個人知道 現在大概五六十個人就知道 他叫減七段 全台灣都知道 我們要撥住又十幾萬了 我講的是趴 趴 沒有 我告訴你 因為你們都不是柯粉 所以你們不知道我要減七段 柯粉知道 你知道柯粉有多少人 只要每次遇到問題的時候 就會來我的臉書上面 留言罵我減七段 因為那都是柯文哲動員啊 那為什麼叫減七段 就是因為李文中去逼退林州民的時候 有一段錄音帶 公務人員聽不下去 把他錄下來交給我嘛 因為他公然的去喬 大巨蛋的熔流人數耶 這是喬了之後 未來如果發生公安 是會死人的耶 事實上今天 林州民也出來講 確實李文中去喬啊 是 所以這個錄音帶 當時我在台北市政府 質詢柯文哲 把他撥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柯文哲做什麼事情嗎 拍桌 拍桌 幹小燈下去說 你確定我 你確定我 我告訴你 跟所謂的 我質疑 精華成龍基 柯文哲清籤 柯文哲說 不用理會減蘇培 是不是一樣的 對 我告訴你他們就是都是這樣子嘛 面對問題被質疑的時候 他是先什麼 先罵人 先貼標籤 人身攻擊 先人身攻擊 然後就轉移交點 模糊視聽 然後就開始動員網軍去罵人 然後就逃避了他的那個缺失 逃避了他應該要回答的問題 柯文哲就是這樣 他們過去屢四不爽 所以我告訴你 不是只有減七段 二零一八年 我質疑果菜市場 為什麼不較便宜 省十一億的無英零版本 你不用的時候 柯文哲那時候就給我取名字 我叫減十一億 變十一億 所以我有兩個綽號 又是減十一億 又是減七段 可是這就是柯文哲 他們慣用的手法 用轉移交點的方式 來逃避他們被監督 還有柯文哲經不起考驗的地方 那現在柯文哲被法院認證 叫土城 沒出來道歉 所以減蘇培要多了一個外號 減牛排 他明天要請助理吃牛排 你為什麼沒有分工 我告訴蘇培姐 你這段期間 你說你的助理也很辛苦 你要請助理吃牛排 當然是因為我從這個 吳英寧的事件 質詢柯文哲 柯文哲的異常反應 就讓我覺得他很奇怪 所以我對柯文哲 就是採非常嚴格的方式去監督 但我只要每一次監督完之後 柯文哲的步驟就是這樣子 先貼我標籤 然後轉移交點 不回應問題 然後網軍就來了 然後網軍就會站出來 就跟他這一次的方式 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柯文哲這一次被抓去關 我要宴請所有 當過我助理已經離開的幕僚 或者是現在的幕僚 全部都請 我覺得這真的是要謝謝大家 能夠有這樣子的監督 都是大家累積起來的成績 不過我覺得民眾黨 真的對小草非常的惡劣 他們用錯誤的訊息去引導小草 包含黃格昌到現在都是一樣的 他剛剛拍的影片 叫大家要勇敢站出來 每一個公民勇敢站出來 要守護公義 因為現在是不公不義 請問柯文哲圖 勞力的精華成兩百億 這叫做公義嗎 對 你反而要叫他站出來說 檢察官不公不義 這真的是非常荒唐嗎 另外民眾黨 靠稱自己清廉情政 要叫小草站出來捍衛他們 結果民眾黨的首長 犯罪率百分百耶 高洪安跟阿伯全抓起來 是啊 還有金門那個靠行的 全部都有耶 所以你們怎麼好意思 叫小草出來挺阿伯 我覺得你們就是在消耗阿伯嘛 所以剛剛啊這個小牛啊 柯玉安啊自己就認 他說啊 他之前當柯文哲的幕僚 在柯文哲旁邊 他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攻擊檢出配合 完了 牛排小牛出錢 對不對